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中南部有下大雨的情况 希望中南部的朋友们下雨的灾情能够减缓 那我们今天来聊聊一则新闻 这个昨天的新闻也引起蛮大的讨论 就是这个在去年的时候 台中有一名女学生 她有72岁的外婆骑车载她回家 那途中因为遇到这个很不幸 遇到一个车祸 遭这个杀死车 撞病 有这个祖孙两人同时这个死亡 这个很不幸的消息 那后续的法律问题是 这个司机愿意 跟他的车行 算蛮有诚意的 他愿意用这个1200万元 来跟这个小朋友 这个女学生的妈妈来和解 但就在 就在他们快谈成这个和解的同时 突然出现了这个父亲 这个小朋友的父亲 这个父亲已经很久以前 就没有抚养少女了 那他现在就突然委托律师来出面说 我是这个小朋友的爸爸 我也是他的这个法定代理人 所以这个要和解 也得经过我的同意 那我要这个司机跟车行 一并来给付我300万的损害赔偿 那这个损害赔偿包含了 他所谓的抚养费以及未付金 那结果就当然导致这个和解破局 因为1200万的数字 再加上300万 可能这个司机跟车行也觉得有点 就是他们的能力上 或者是他们觉得跟当初谈的不太一样 所以他就导致这个和解破局了 那这个妈妈呢 一定是妈妈就很痛苦了 觉得这有什么天理 你这个父亲从这个十几年来 都没有照顾小孩 也都没有这个来看小孩 也没有给钱 那现在突然小孩走了 你却突然出面要钱 让这个妈妈非常的痛苦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两天 看到蛮热肉讨论的一则新闻 我们从这个新闻来谈几个法律上的问题 这个不幸的消息 但是在法律上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说 一个爸爸他不想要照顾小孩 跟这个小孩发生问题了 他需不需要出面来处理 以及他对于这个小朋友的权利 他这个小朋友的损害赔偿 他到底有没有权利 这件事可能我们第一个想法都会觉得 你既然就不要这个小孩了 你也不伤了也不养 他也不付钱 那这个小孩之后的生活 应该也跟你无关了 这是我们通常会有的想法 那也会觉得说爸爸就是现在过了十几年 突然才出现就是为了钱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对爸爸的观感其实可能是比较差 但是在法律上的讨论 其实可能会把它细致化一点的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 对于小朋友的抚养义务 这个是爸爸本来就该抚养 就是父母亲抚养小朋友的天经地 这个是爸爸对小朋友的抚养义务 跟这个小朋友遇上车祸的 这个加害人 也就是这个司机的损害赔偿 这可能是两件事情 所以这个爸爸委托律师来 他这个新闻稿上面是说 委托律师来主张的损害赔偿 包括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他就是主张卫辅金 我们常听到卫辅金 卫辅金就是说 当这个被害人 也就是死亡的时候 他的父父亲母亲 子女父母子女跟配偶 其实都可以来请求 这个委托律师所谓的 就是精神上损害赔偿 这是我们常听到的 那第二个就是也是这个 虽然比较少听到 但是法律上还是会需要请求的 就是说 本来爸爸在小朋友长大之后 他是可以受小朋友的抚养 这个爸爸在小朋友小的时候养小孩 小孩长大会小孩养爸爸 这都是我们理解上天津第一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 所以爸爸因为小朋友出车祸 导致他预期的预期小朋友长大之后 可以让这个小朋友来抚养的权力丧失了 这个在法律上也可以 爸爸也可以来请求损害赔偿 所以他的律师其实也就是针对这两样 法律上规定的损害赔偿 以及对这个所谓的被害人 这个女学生被害人 他可以对爸爸 他对爸爸之后 也就是预期他之后 对爸爸要有一个法定抚养义务 那因为这个车祸造成这个 抚养义务没办法实现的话 那爸爸也可以来对这个加害人请求 这就是今天新闻听到的两个内容 我们常听到的这个 那会觉得会觉得啦 有问题的点就是在于说 爸爸不尽抚养义务 那为什么还可以来享受权利 就是你不尽义务又要享受权利 可以这样吗 就是我刚刚说到 可能比较像是两件事情 但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作 在以女学生的观点 以女学生的观点 其实可以是 可以是比较来讨论的 就是我们用说 你不负抚养义务 那为什么还可以从我这边拿到权利 这就是从女学生的观点 虽然说今天的案例 可能是女学生已经死亡了 所以才会探讨说 跟加害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们从女学生的观点来看 也就是说 在民国99年那时候 有一股很大的浪潮 也就是说包括民法刑法 都有在讨论说不养小孩的父母亲 之后可不可以再来要求小孩养他 当时就修法了 为了这个浪潮 来99年就已经修法了 说第一 有两款 主要但今天讨论就是说 你第一个 比如说你这个殴打小孩 对小孩有刑事犯罪 那你之后还可以要求小孩来抚养你吗 这个可能就牵扯到 民法跟刑法上的这个第一款 常见的就是家暴 小时候家暴 有些家暴情形很严重 那你这个严重的家暴之后 还要小孩来抚养你 这个说不过去吗 那今天跟今天比较有关的 就是第二款的室友 所谓的没有 没有付抚养义务 那实物上要件就是说 你没有正当理由来抚养小孩 然后情节重大的话 法官是可以免除这个抚养义务的 也就是说 今天的这个案例中 妈妈 一个爸爸十几年来没有照顾小孩 没有给钱 该给的不给 该养的不养 之后呢 小孩长大之后 小孩会赚钱了 他可不可以再要求小孩养他 这个实物上因为这个修法 小孩是有权利来向法院说 为什么要强调向法院说呢 因为你也不能直接说不养就不养 你要跟向法院请求 所谓的免除抚养义务 这个我们常见的状况也包括在 社会单位的情况 也就是说有些人他真的没办法磨生了 一些老年人他真的没有磨生能力 他会寻求社会的帮助 社会辅助机构 那这些社会机构呢 其实也会在补助之后发现 其实他好像有一个子女 虽然失联很久了 但这些子女是不是该不担抚养义务呢 转而代替 代替这个老人家来请求 代电的抚养 所谓代电的抚养费用 所以呢 这个有些子女就会去打这个官司 说免除抚养义务 法院也真的判免了 免除之后呢 他就跟这个社服单位说 法院已经说我不用付了 那我代电也不用付 那可以这样吗 其实实乎上的见解是说 这个所谓的免除 是从法院判了之后才免 所以是不能硕及既往的 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就是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定是尽早处理比较好 你等到 比如说有个社服单位来跟你说 我照顾你爸爸哦 所以你要付我钱 那这时候呢 可能就会比较慢的啦 所以如果觉得自己有符合这样的条件 想要去免除 就要尽快申请 那回到这个今天谈的这个问题啦 爸爸 爸爸没有付钱 在抚养义务上 没有尽到 那小孩 小孩他当然可以说不能维持生 就是小孩可以说这个 希望法院来免除抚养义务 可是今天 今天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因为小孩已经走了嘛 这个案例是小孩已经走了 他没办法来免除抚养义务 那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个 加害人哦 也就是这个司机 你觉得他会不会跟法院说 这个爸爸以前没有养小孩 所以小孩以后可以不用养他 那这个抚养义务的损害赔偿 小孩也 因为他不用 小孩可以不用养他嘛 所以 再延伸过来就是 他也不用再对 小孩 小孩不用 小孩的损害赔偿 他不能再跟这个 就是这个爸爸不能再透过第三人来满足他这个权力 这个 可能会有这样的主张啊 实物上也真的有 就是说这个既然你这个爸爸不负责 那我当然也 那个小孩当然也不用抚养你 那你当然也没有抚养义务 被剥夺被丧失的状况 但这个案例 通常会有 律师会这样主张啊 但法院现在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个 就是法院 法院现在的见解 比较接近说 其实一些权力 家属之间的权力 是不能由第三人来主张的啦 也就是说不能由这个家孩人主张啊 你这个 他认为这个抚养义务 包括免除抚养义务 都是专属于这个 小孩 这个想要主张的人的权力 不能透过第三人代为主张 例如啊 这个包括在实物上很有名的就是 呃 呃 看护费用 我们常听到的 受伤损害赔偿车祸 看护费用 今天我花钱请了看护 我可以跟家人要 今天我有家人照顾我 我不请看护 我由家人来照顾我 现在家人一定会说 哎你有家人照顾啊 你不用付家人钱啊 爸爸妈妈来照顾你 需要付你钱吗 不用啊 那我当然不会愿意赔偿你这笔看护费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抗辩啦 但实物上也都认为说 这个亲属之间家属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要用来帮你这个家人免责的啦 所以你这个家人当然不能这样主张 在今天这个案例中哦 这个家人当然不能主张说 他没有付 他没有照顾小孩 那小孩对他不用付抚养义务 那这部分的赔偿就要减免哦 这是我们今天可能比较有关的案例啦 那至于妈妈的部分 妈妈情绪一定会有 但妈妈可能就是要在另外 比如说这个十几年来的待电抚养费 可以请求啦 那这个可能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之后再探讨哦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欢迎回到98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刚刚不好意思啊 各位听众朋友 因为南部雨下太大了 我从台南要回来的时候啊 那个就是车子路况不太好 所以说我就拜托我同事 呃 庄宇翔庄律师 来跟各位聊了15分钟哦 他现在还在啊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我觉得以后那个节目就由他来主持来访问我就可以了 不过他很害羞哦 所以他还是说不要 那还是我来好了 那么刚刚中立师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车祸的和解金还有抚养义务等等的问题 那包含监务人跟法令代员这个差别 然后有哪些权利物等等 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讲完哦 那么事实上来说就这一类型的所谓的呃 抚养义务来讲 我想刚刚庄律师大概也有跟各位提到了哦 那么这种所谓的抚养义务如果说没有禁的话 那这个部分其实会有带电抚养费的问题啦 但是就女儿来说一般而言他最多只能请求的是 免除未来的就是抚养这个爸爸的责任哦 大概主要是这个样子哦 那事实上来讲我们讲未成年子女一般来说就是法定代理人啦 比较没有监护人的问题 因为监护人是我们俗称 但事实上来讲不叫监护人哦 这个部分大概请听我们有注意一下就好 不过我接下来下一个议题比较有趣一点 这是前面讲悲剧嘛 我们现在讲一个闹剧 什么叫闹剧呢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 我们讲说邻居的问题哦 其实买房子最重要的还在于邻居 为什么这样讲 有时候有些邻居真的很令人不知道怎么回应哦 比方说有一对夫妻呢 他们先前就是跟楼上的邻居很多的争执 那很多争执呢 事实上来说这个争执大概就是闽南话讲 你故过亲嘛 这已经很久了 什么东西都有了 那有一次呢 这个邻居楼上的邻居要带着小朋友出门 那结果呢 这对楼下的夫妻哦 为了阻止这个楼上的邻居下楼 结果呢 他就把电梯口挡住 不让他下楼 霸占电梯高达这个20分钟 后来台北地检署就用强制罪来起诉这对夫妻哦 这是一种情况 那这个跟各位讲哦 他一定不会是这一次的原因 一定是前面累积很多恩怨啊 这就不说了 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有一对住户哦 他这个每天哦 就听到他的邻居啊 在演奏乐器到半夜十一二点 或者是这个住楼下的哦 常常听到楼上的这个在上厕所的时候 冲马桶的声音觉得很吵 就要求说你晚上几点之后就不要给我冲马桶 这类型的 那这类型的纠纷其实很多 那包含我 其实我觉得最常听到 听我朋友跟我抱怨的是 嗯 楼上啊 会有小朋友跑来跑去 那小朋友跑来跑去的时候 就觉得很吵 然后跟邻居反应 他就会跟你说 那小孩子跑来跑去很正常啊 这哪有什么 或者是敲东西 搬椅子 搬桌子 然后就很吵这一类型的声音 那如果遇到比较不敏感的还好 如果遇到比较故意的 我这么讲好了 本来他可能一个礼拜只有两天 小朋友在上面跑来跑去 你一按门您跟他反应之后 他接下来就连续五天都给你跑来跑去 就是故意嘛 他就是要闹你嘛 那这种情况 我们先问钟律师 来 钟律师 你觉得这个情况要怎么处理 先撇开法律上的议题 现在市场上有卖一样 这个很厉害的东西 叫做扰灵神器 有这种东西 这是什么 他从本来是楼上炒我嘛 那我现在从楼下往楼上炒 怎么炒 你告诉我 他是一个柱子 然后固定往上敲 这种 这种渊源相报事 你怎么可以建议呢 这不是建议啊 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生活上的 有这种东西 就反制对方 对对对对 但是当然不建议啦 因为我们还 我们听这个节目就是要 你真的买了没 你买了没 我不需要买 因为都是 我们是被反应的 对对对 没有 因为庄律师有个小朋友四岁啦 那那个女儿其实很可爱 她在我们同事里面 其实我们常常每次吃饭 都会带她来 然后她那个小朋友啊 很活泼 但是不会吧 她会炒吗 还是会有 比如说玩具车会 怕会炒到楼下啦 那有没有楼下跟你反应过 目前是没有 我们很自制 那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你觉得你要怎么建议 听用朋友 我这个真的是 在法律上讲求的就是证据 所谓这个举证所在 败诉所在 对那 这个最常 最常建议的方式 就是有噪音 你要先录音录影 再来要反应 跟国防委会反应 跟国防委会反应的记录 也要留下来 再来是报警 警方的记录 警方会有记录 这个都是作为 你之后在诉讼上 可以多次 比如说我这一年来 报了几次警 有警方的记录都可以 请法官参佐 真的被吵到受不了了 再来就是你的 受到的什么损害 我因为噪音 失眠症 忧郁症 等等的 有去看医生 有诊断证明 这都是损害 当然 最 这个如果累积多了 其实法官 还是可以动 还是可以让法官相信说 确实这个噪音的问题 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就有可能判赔 只是赔偿的金额 目前 实际上赔偿金额 还是不高 可是我觉得 这里面有一个效用 我常跟听众朋友讲 告人不一定要成 什么叫告人不一定要成 告人其实是很逼不得已的事情 有的时候 其实 就像我讲 我们收到很多的讯息 那看起来 让我们会有一点 威胁的感觉 前女友 前男友 前妻 前夫 有时候为了监护权 为了什么 或者钱的问题 他讲话就很不客气 他会说 没关系 那我们就试试看 或者是 你不让我好过 我不会让你好过 类似这一类型的事情 你说他会恐吓吗 好像也还不够成 因为我们对于恐吓的要件 其实还蛮严格的 那 可是这种东西能不能告 其实 告了以后 一般检察官都会不起诉 比较多 那你说 那我告了干嘛 告了有一个重点 不见得要找律师 但有一个重心是 告了以后 检察官就要传官他来 来的时候 两个人就可以谈一谈 到底什么误会 那 这个部分就是一个 我们讲说手段 来解决目的的 最好范例 就是说 怎么讲 像壮律师刚讲 那个钱可能不多 甚至因为我们实务上 在谈那个精神 卫福金 当然 529就要 通奸要不要除罪 话要谈 对不对 那 大家很多人在讲 他说通奸罪 你要废除 大法官你要废除 我们也没意见 可是有一个问题 那个亲爱配偶权的精神赔偿 判太低了 对 比如说 我先生跟别人外遇 伤害了这个家 两个人合起来才赔30万 当然都算是很多 对很多人来讲 我先生一个月就赚30万 对他不痛不痒 好 所以呢 我们实务上 对精神卫福金 其实真的判的不多 但不多亏不多 至少可以让这个人来面对 对吧 就是说 其实对我们来讲 就是 当我们提告以后 他的重心就在于 这个骚扰我们 或者是其实 一开始可能是无心 他不小心的 可是因为他后来 我们去举报 我们去反应 他整个生气 那生气之后 他就变本加厉 这种情况 其实让他去走一下法院 会比较乖一点 不过 所以说 我觉得刚刚讲 那个强制罪 要不要跟听众朋友 解释一下 像我们刚刚讲这个案例 我挡电梯 挡20分钟 这个部分 为什么会是 所谓的强制罪 这个案例 其实里面 我们可以说 他真的是 闭南话叫做 他人的叫薄薄薄 他是被侵害的人 结果 他却是 要被起诉的人 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 是强制罪 就是所谓的 妨碍他人行使权利 是 对 那在这个案例里面 他就是 挡住电梯口 不让对方 使用电梯的方式 他 其实他是 他是 他是 不让对方使用电梯 如果今天对方在电梯里面 你不让他出来 这个其实 也不是更严重 但是就是一样是妨碍 他人的行动自由 那他今天是反过来 不让他使用电梯 那他也是大楼的住户 有使用电梯的权利 你现在妨碍他 来使用电梯 就是像新闻说的 会被起诉了 是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种类似的情况 就是我们即便没有跟别人 有肢体上的接触 只要我比如说 妨碍他行使权利 例如说我挡住电梯 挡住门也算 那 下一步的情况就这样 那如果先生不让太太回家 把门锁起来 这样会不会有强制这个问题 这个家世的部分 当然就会有比较 大家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 背后的原因 那 比如说 这个已经双方 或许已经讨论有分 有没有分居的状况 有没有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 在 我们来说所谓的分居 这如果有所谓的分居的状况 你说他不让你回家 这个可能 在行使权利上面的要件 就比较不符合 是 对 所以其实 其实 庄律师刚刚提到的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一般而言对物的间接强制 跟对人的直接强制 还是会有差别 所以如果我断水断电 像很多听众朋友问 我如果是房东 我要把房客赶走 我断水断电会不会有强制罪 这个基本上来讲 在我们检察官的判断里 一般也不会 因为他是断水断电 他并不是 就是对人的直接强制 那这个情况 强制罪它比较规范的 食物见解目前比较多的 还是对人直接强制 也就是说 我挡住你要去哪里 或者我不让你回家 或者我不让你做什么事 才会是强制罪 那这一题也听 听众朋友注意一下 好 待会 我跟庄律师 因为庄律师来了 对不对 我们希望他能够协助我们来回答 法律问题 所以待会我们会开放call in 各位可以不用问我 可以问他 没关系 他其实是我们 没有 他是我们事务所里面最资深 最厉害的律师 他为人又老实 不像我这样讲话讲很多 但他讲话都很精准 所以待会我们可以请庄律师 来回答问题 我们今天有两个律师服务 02-8369-3398 02-8369-3398 有任何法律问题 都欢迎 待会打电话进来 那么我跟庄律师会 一起来替各位服务 各位可以点名 看你要哪一个律师 帮你们服务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待会见 回到98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今天由我跟 因为我今天迟到 就是今天交通太乱了 就从中南部下大雨 所以我今天来之前 就请着庄宇翔 庄律师 来替我处理 前15分钟的法律议题 那我们现在来开放call in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我们要你第一位李仙 李仙你好 李仙你好 请说 我直接说我想问的问题 好啊 这样子 我现在这间公司呢 是跟我前老板 就是同一个产业 那大概在这两三年啊 陆续续啊 就是他有对我做一些提告 那他我觉得 感觉报复心理的程度比较高 但是对我来讲 是还挺困难的 就是他会 收集一些 我觉得很 就是很奇怪的证据 然后来告我 那我们已经有开过 现在还在开检查厅 嗯 对那 呃 其实我想问的问题是 这样子 因为他的证据 其实都 在我们几次开厅 其实都是 都是他捏造出来的 哦 就是对 那我 可是 法官 就是 检察官 检察官还是会受理 当然会啊 对那因为他也也告一下 他他用背信的内容来告我这个 嗯 所以是刑事案件 嗯 那我想问的是 一个 呃 如果 遇到这种问题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 让这件事不要再重复发生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告不起 我跟你说 其实 递检署 中律师你要不要先讲 先给你讲 要不要先讲 还蛮困难 不会不会 这个这个我们对我们律师来讲 我们常见 中律师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是已经多次了啦 我会建议你说 你先收集 呃 就是他之前告过你的这些案件啊 你这个案号啊 就给 在现在的侦查程序当中提供给检察官 就说 这个人哦 从之前 几年内 告了我好几件 然后全部都不起诉或 哦 通常通常不起诉 乱告通常都不起诉 那代表说他这一件的 这一件也是相同 哦 或类似的情况 他就是要用 用诉讼手段来骚扰我 这是最初步啊 初步你可以做的啦 那 再来就是说 在这一件里面 因为你说他的 呃 什么很多东西都是 呃 虚构的 如果你真的有 哦 证据可以证明那个是假的哦 主要是他伪变造东西 伪变造证物来 来告你 其实那是可以构成诬告罪的哦 这个这个是 这个是诬告罪 在实物上是不容易成立啦 但是 只要他是 不容易成立的 对 这是不容易成立的 没错 但是 他讲的是说 今天这一件事情 告人哦 我们常讲 告人是权力 被告是义务啦 反正人都可以告人嘛 我们走在路上都会被告嘛 这个东西大概没什么 可是有一个基本底线要守住 不能伪造证物 也不能虚构事实 所以今天他告你的部分 倘若是误认法条 什么叫误认法条 我跟你借钱 我说 这个李轩 我跟你借一万块 我明天还你 结果我明天没还你 你就告我诈欺 这个会不会成立 不会 但叫不叫误告 不叫 这样懂我意思吗 可是如果 我说 你在昨天跟我借一万块 但事实上根本没有 然后我捏造了一张借句 说你跟我借一万块 我去告你 诈欺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 我会设犯诬告 伪造文书等等的案子 这就不一样了 所以 您可以清楚的分辨出来 一件事就是 第一个 他是乱告 但没有伪造证据 他是误认法律 当然了 如果他有请律师 一般来讲 误认法律的可能性不高 除非那去律师真的很落差 要不然 一般误认法律的可能性不高 那他如果不是误认法律 他是捏造证据 或者是捏造事实 比如说 昨天他来办公室 打我一拳 但事实上 根本你昨天就在高雄 人不在台北 他还这样讲 那就是误告 你回去整理一下 他告你那么多件的事实里面 有没有捏造事实的 有的话 你也可以让他常常被告的滋味 你直接再解 下次讲官开庭 你就叫说 讲官 针对这个部分 我要告他误告 那哪一个部分是误告 我的律师有跟我讲一句话说 你要告别人误告 你要去证明他 有乱告的意图 不是乱告 乱告OK 我刚不是讲了吗 捏造事实 才不行 你乱告这种事情 是我说过 是人家的权利 他要告你十件 一百件 顶多他是上 地检署的乱诉名单 以后他的案子 检察官都比较随便审 对就这样而已 这样了解吗 了解 捏造事实 伪造证据 这块找一下 谢谢 好辛苦了 谢谢 好 那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我们要请下一位 苏先生 苏先生请说 两位装律师 李律师 两位大律师 晚安 你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有一个交通事故的问题 可以请教一下 就是说 在一年多前 我家人 就是紧摩车 然后被后面的车子 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 那我家人就跌倒受伤了 那台车呢 他就下车拿了一千块 然后就 开着 就觉得没事 他就走了 那后续呢 我们家人就去报警 报完警之后 然后警察就传唤 就是对方过来 做完笔录之后 然后我们就 后面 他对方当然说没钱 他没有照逃 然后他也 没有钱赴我们 这些所有的 这些损失嘛 然后后面 那变成说我们就提告 提告之后 但是 提告之后 那后续就完全没有 警方这边就完全 没有在任何的 多久了 多久了 六个月内提告 但是现在已经 到十一月的时候 就满两年 都没有动作 对 所以 所以 那我们在 请警察 去调监视录影器的时候 其实警察 我觉得 他好像偏 偏袒 就是撞我们 这个人 等等等等 那不是问题 你有没有拿到报案三连单 有啊 有 是 那检察官都没有开庭 对 那因为我们打电话 去给警察 满两年的没有 满的没有 还没满 到十一月 好 我跟你说 剩半年多了而已 第一件事 先打电话去地检署 问他 你是某某人 是 然后 然后你想知道一下是目前你的案件是哪一股 地检署哪一股承办 哪一股 是 然后 哪一股承办知道之后就打去给书记官 是 问他说 我已经等到花儿也卸了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庭 是 好 你可以问他 是 那如果他说 不好意思 我电话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那我们就亲自找个时间 去地检署拿身份证去查 是 他就会告诉你 那或者是你写个状子去给检察官 是 跟检察官说 啊我等很久啦 你们怎么都不开庭啊 这样子 是 那要特别注意一件事 是 今年11月就到了 是 就是你剩6个月的时间 对 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时效是2年 是 所以你时间快到了 你要注意一下 了解 大概这样就好 那会不会是因为警察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件送出去 因为我们打电话在跟那个警察承办讲 问他说 哎呦啊 如果说 他那个没有因为他警察是说对方都不搭案 不搭案 就是我们提告之后对方不来搭案那个 是不是要做笔录还是怎样 嗯我跟你说啦 这个事情是这样 一般警察在发通知书 那个就是做笔录的通知书给对方的时候 对方确实可以不到 对 他不到警察一般而言拿他无可奈何 因为拘提跟通气的权力在警察官手上 不是在警察手上 但是警察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他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不等了 他直接把案子往后送送给检察官 第二种情况他会报请检察官说检察官他这很皮都不来 你要不要发一张鞠票给我让我去鞠提他 那那但是呢这个警察能不能吃案 不要拆我们就打电话去 有三连单一般都没办法吃案 他会有侦办进度 所以只要你有报案三连单 您放心 就打电话去递检署问这个最快 因为我们在报案的时候 我们去看那个监视录影机 后来就调出来之后 发现警察去调出来 他就只 截入那一段撞到之后 那一段后面车子逃跑那一段 他就 他就 不截入了 没关系没关系 这后面还是会有机会的 那这样子的话 前面那一段 假设他给了一千块 他觉得没事就走了 这样构成肇事逃逸的 那个要件吗 这个东西 来 钟律师你怎么看 一般我们判断是不是肇事逃逸 最主要就是他有没有留下联络方式 没有 那没有留了一千块就走 这个就我觉得是蛮危险的 应该是说对他蛮危险的 一般都是要报案留在现场等候 不完再不完就是我留下我的联络方式 你这个看起来伤势 不管商事通常是不严重你可以自己处理 我这里先有一千块让你去处理 但是我赶时间我先走 但是后续有任何的相关的球场等等的 请联络我这个联络方式 这样实际上也认为不是肇事逃逸 但是如果只丢下一千块就走了 觉得没他的事了 你们也找不到我 一千块以外你们也找不到我 这确实是会构成肇事逃逸的 因为我们是后来刚好 我们家人手上的手机就拍了他的车子 那个车号 对那这个部分我们判断是 比较有 对因为你不能只丢一千块就走了 除非一千块上面有联络方式 这样子的情况也有可能是构成 有可能 而且这肇事逃逸其实基本上罪还蛮重的 因为肇事逃逸 其实他就是希望现场你要留在现场 厘清肇事责任 甚至也要送医 把当事人送医 而且可能留在现场 说明一下当场情况 都没有 当然就有可能会构成 不是给钱的问题 是 了解 好 谢谢两位律师 好 加油 拜拜 谢谢 好 所以基本上只丢一千块 我也不晓得什么意思 但是大致上来说 发生车祸意外的时候 请各位听众要注意 一定要留下来 我给你讲一个方法 有时候我们会被诬赖肇事逃逸 那要怎么做 你就是当我们发生车祸事故 对方不确定有没有受伤 都不重要 一定要停下来 然后对方如果说没事 你可以走了 我跟各位讲 肇事逃逸很重的 所以不排除 那个人叫你先走 他等一下转头就去警察局说 你有肇事逃逸 所以怎么做呢 这时候就跟他说 好啊 那我们留个电话吧 加个LINE吧 那如果他不愿意 那肯定有问题 坚持一定要报警 那如果他说好啊 那你就把他电话 记得电话拿出来 当场拨他电话 然后电话他收 这样子 好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那我们今天跟庄律师 庄宇翔 庄律师 我们两位一起来为听众朋友服务 我其实就觉得他主持回答得很好 应该以后 他来应该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一直玩具我 听众朋友等一下可以挽留他一下 那我们要请下一位 钟先生 钟先生你好 吕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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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有个案件 那是跟 呃 范园卫的那个 听众反应的 一样都是交通事故 是 那我想跟您 讨论的重点是在精神赔偿的问题 嘿 请说 我呃 首先案件的背景是 我是造势者 那我 顾出来 那我没有礼让骑机车的骑视 嗯 那么 虽然说我有警卫的 呃 呃 协助的交通指挥 但是 这个其实还是可能没有看到 那反正我就是没有礼让他 我造成了他的事故 那我赔偿了医药费 呃 我也报警了 那 做了笔录 那我也付了 呃 所有 条列的证据 我都 都愿意负担 这个都没有问题 那只是 呃 这个小朋友 大家大概是一个大学生打工的 那 在打工 那最后他 提出了很多的 呃 没有费用的 呃 呃 索赔 那保险公司也愿意赔了 那但是他加了一个精神球场 那我不懂的是 呃 因为我确实知道 因为我们的保险 是告诉我说 如果 要针对精神球场这些不合理 以及 他球场的什么衣服 裤子 蓝牙耳机 手机壳等等 所有的损害这些都要跟他谈 对方可能会跟你用 呃 呃 呃 用可能意外 呃 可能好像 受伤 呃 意外 损害 呃 呃 呃 过失伤害 呃 呃 用过失伤害 他可能会用过失伤害 来 方式来 让你 呃 会 这种 呃 告的案件 这叫以刑逼名嘛 对不对 呃 对对对对 那 我 那我想请教是 这个精神赔偿 他明明只有只是一个破皮 那我还当下去 安慰他 那我买了 请教一下他现在到底要不要理他 他现在要多少钱 呃 呃 律师我跟你报告一下 这个案件已经结束了 那保险公司都赔了 我只是觉得 呃 那后来赔了多少钱 总计10万块 10万块 啊 这对不起 呃 后来再打折变9万块 这9万哦 好啦 那基本上只有破皮是不是 啊 对 然后因为 当然机车维修 那机车是改装的精品维修 这些全部都全额 呃 都是报了 很高的费用 那也全赔了 都没有问题 那 我只是觉得他另外 被错一个整数 呃 赔了一个三万多的精神赔偿 那我只是 那他们说 一定要呃 这精神赔偿难道没有一个 呃标准跟定义吗 那 那用这样的方式就 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 可是我跟你讲一句实在话 这应该是和解金额吧 这不是法官判的吧 呃不是不是 对吗 我跟你讲今天哦 呃他就是因为利用你怕会有过失伤害的前科 所以他开了一笔比他一般而言要高的价码 而你为了担心会有过失伤害的前科 所以你答应他如此而已 实务上哦 那庄历史实务上你觉得判多少 以这样的破皮哦三万块确实高了点啊 那九万 呃他是说精神卫武精三 精神对精神卫武精三万 九万确实也高了点啊 但是但是就是我们看不要看自己损失啊 我们可以多看自己获得了 你可以省掉很多诉讼程序哦 你也不用在呃 比如说找律师哦等等的 你也不用在跑法院啊 其实跑法院很累人啊 你也不用收到之后的起诉书啊这还行事而已 他之后还会民事再对你提 所以你法院要跑两你要跑两次哦 还不是不是两次两个程序 所以这个如果事情解决了那就放宽心 这叫花钱消灾了 我跟你说啦 损害赔偿一定没那么高啦 如果真的走民事你我跟你说 我真的听过有人说40万 50万就个破皮哦 要不要 当事人或者说我不要啊 我让法官判啊 最后判居意20天 赔5000块 这样 但程序走很久 就看你自己怎么想 好不好 非常感谢 这叫花钱消灾 我们讲过个运啊 好不好 钱人解决的事都小事啦 但是那不合理 我可以跟你这样讲 是感谢你 好辛苦了 谢谢 好拜拜 来我们要请下一位施先生 施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两位律师好 你好 请说 我请教一下 劳保 劳光保险年金 申请然后结算起来 发现被中断了一点 就前公司中间的一个公司 前公司被他中断一点 嗯 那去劳保局那边他是说要向投保单位去求偿 是 然后对方就隔了84年的东西了 嗯 那相应不理那怎么办 公司还在吗 还在 公司还在劳保局会告他 没有 他劳保局就是我们去申请那个争议生意嘛 嗯 那他就说 劳保条例也这么规定了 只能向那个 那个投保单位求偿 对对对 就刚讲 劳保局会去对投保单位主张啊 没有 他叫我们自己去主张 他叫你主张什么 叫我去跟投保单位要啊 投保单位要 可是基本上我们劳保条例里面有规范啊 对 就是 只能向投保单位去求偿啊 是 我本来向劳保局那边申请追认嘛 来 庄律师你这边怎么处理 应该是说啦 这个雇主本来就有为这个老公投保的义务啦 对 那这个义务他没有履行 劳保局会对他处罚 对 处罚 会处罚 他这一定会罚 你现在有这个问题去申诉 他一定对他就是去检查 然后处罚 他说84年到现在 他也没办法 劳保局也过了三年 对 这个时间就比较久了 但是 但是你 劳光自己去求偿 对 那你这个部分就是要对 因为他有 他有这个义务在 那他没有履行造成了你的损害 你是可以依照 呃 民法 就是你本来 他有帮你投保的话 年资完整计算 你可以获得的金额 跟年资中断 造成你现在可以领的金额 这两个金额的差额 就是你的损害 对 来对他求偿 那如果发支付命令的方式可以吗 可以先发支付命令 但是支付命令就是 如果他否认的话 你还是要走诉说 但是可以先发支付命令 可以啦 对对对 可以发 欸 那个要给李律师啊 是 5月11啊 你去那 转高一呼 力量就集中啦 你说什么5月11 5月11的 不然你去看去那个 規定进行的 哦哦哦 我了解啦 是是 我了解 集中力量啦 好啦 一共一致啦 一直加油 好啦 一起加油 对对 谢谢你 好 谢谢 我跟各位讲 那个施先生 为什么讲这个 这是个谜 5月11号 我其实在另外一个 广播电台当来宾 那钟律师也有去啊 对不对 那一天 呃 5月11 在友台 我也有 你们我们两个一起去的啊 那我现在都找你资源啊 然后 然后那个 就是有另外一个活动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我们一起加油 好 这不重要 但是总之来讲 你聊得很起敬的活动 对对对对 好 那 基本上来说呢 其实刚刚听我们有问这个 呃 劳保的问题 大概就是像类似 钟律师所说啦 所以 其实我们投保单位 还是要谨慎一点 因为在这个部分 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 往往对于就是 我们提到说 呃 劳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损失哦 那最后面其实雇主本身 最终的培养责任 还是要回到雇主身上去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 好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跟听众朋友 介绍到这里了 那么今天当然也谢谢 庄律师鼎力相助 好 希望你下次 我干脆换你主持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呃 这个 如果下次又下大雨 哦 然后李律师又因为交通因素耽搁 那我一定下礼拜一定下大雨 好 今天谢谢听众朋友 那我们也谢谢庄律师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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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